昨天說到,毛毅去到華陽宮門口,聽到紫衍等等一群亡室大臣,就在議論廢刑政立新軍的事,紫衍激動到臉紅以赤,在慷慨陳詞,他說,王偉,你以為精敵是他錯的嗎?老太后是我們的祖宗,他說怎麼做,我們的晚輩就要怎麼做,刑政他太殘暴了,換了他, 對秦國的江山只有好處,換了他,統一六國,會不會有問題?有雞皮天光,沒有雞皮一樣天光,刑政又不出謀劃策,又不衝鋒陷阱,靠大臣大將而已,他一個人怎麼能平得到六國? 他靠兇的,不用怕,換了他下來就對了 呃,如果換了他,那會不會亂起來呢? 文武大臣又不是為他一個人的,是為秦國的江山而已 我們皇室決定的事,由太后法令,要他把玉璽交出來,哪有人會聽他的? 文武大臣聽到這裡,覺得有點不對勁了,嚇得心裡就啪啪跳,馬上又要回到秦皇宮 衛士就不肯讓他進去,說是大王吩咐任何人都不准進去的 文武大臣又急了,他說,你快點去品報大王,就說文武有急事求見的 這樣,衛士進去,很快就回來了,說只准蒙毅一個人進去 蒙毅就進去,見到秦皇在燈下看書,一點都不像有病的 這樣,還很安閒,很瀟灑地對著蒙毅笑一笑,然後問問是甚麼事啊? 蒙毅急啊,他說,太后,華陽太后,要廢大王你了 啊?誰說的?我剛才在華陽宮親耳聽回來的 是他說你知道的?不是,這個,是忠室成員在齊那裡說的 秦皇聽到,臉色都變了,啪啪聲,整個錯了落地 偶了地看著蒙毅,過了一會兒,他才慢慢說 他說,好啊,你走了 蒙毅還想說說些話,但是秦皇擺擺手叫他走 這樣就很不安樂地走出去 蒙毅走了,秦皇立刻叫左右去找趙高來 誰知道,回來回報說趙高不在,秦皇就急啊 叫再去,再去,再去,連續就派了五批人馬去 可惜還是找不到,啊,秦皇急到眼淚水都飆了 哎,糟了,糟了,這次上當啊,趙高實是華陽太后的暗探來的 秦皇就越想越後悔,喊了到床上,哎,雷眼悔當初啊 這樣就靜到三更左右,有個人靜靜走進來 秦皇看著,啊,原來是趙高啊,你都算大靜鼓了 秦皇立刻整個彈起,他說,你究竟去了哪裡 我去了華陽宮啊,好啊,你敢來收拾我 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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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不行啊,現在要準備辦喪事的了 哼,你別擋住,辦我的喪事之前,我先免死你的奴才 大王,你,大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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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啊 做什麼啊,還不想騙我啊,你這個華陽的奸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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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騙你啊,我沒有騙你啊 華陽今晚又死,我說扮的是他的喪事啊,大王,哎呀 哈哈,還在那裡發言巧語,以為我沒有出去就不知道啊 今晚華陽公,在那裡議論廢我的事是不是 華陽叫你困住我在那裡是不是 是啊,大王放手啊,大王放手啊 啊,是誤會來,誤會來的啊 啊,正因為有意事,華陽才會死啊 你如果不相信啊,你就問我在那裡 華陽如果不死,你就殺我的頭啊 秦王聽到還是半信半疑 那就在這陣子,就有人傳報,說華陽太后病故了 秦王就問,是什麼人來報的 傳說是華陽公的侍臣 那秦王才肯放開趙高 然後問他怎麼辦 趙高就說 唉,哇,來龍去脈 大王你一點都不知道 不過現在都無謂知了 就當沒有一件事這樣 明天就照慣例舉哀 那希望大王痛哭華陽就是了 唉,嚴重了 那這件事,究竟是怎麼搞的 你告訴我啊 唉,我累了,我要去休息了 說完,他就回去了 秦王看著他出去,還是整個吐了 第二天一早,華陽太后病死的消息就傳遍了宮廷內外 所以,文武百官和宗室大臣都來自哀 大家見秦王哭到Felivele 搞到宗室的大臣一頭霧水 咦,那是因,昨天才說過華陽要廢秦王 今天華陽死了本英大王應該高興才是 不自然的嘛 不自然就對紫文說了 喂,昨晚那件事,真還是假的? 問我豈不是還不知道 你去看華陽那時候,看他怎麼說呢? 我看他躺在床上,是老九叔告訴我,說他用廢營證的 哎呀,那可能是臨死前暗暗沉沉,老九叔他們聽錯也未定 哎呀,是呀,糟了,這個又壞了 我看你明明是大王報紙的圈套,我們都看不出來 唉,這麼多次,我們都大報納過了 想到這一次被人撞了很漂亮,哎呀,真是壞了 那從此呢,兩個人就炸病不出來 華陽太后死了一個月左右 趙高就叫秦王賜毒酒,去毒死華陽的老士臣華都 說他是廢秦王勒扶蘇的主謀人 秦王也照辦 就叫蒙毅去頒布召令 說華都呢,是慫恿太后聯政最大惡極的處以死刑 其他宗室是協從一一蓋免罪不予追究 各首即為效忠朝廷 那麼,那蒙毅就帶著枕酒 就去到華陽公,叫華都自盡了 華都看完秦王的首領,長嘆了一聲,他說 哎呀,是秦王賦我,我未賦秦王呀 九泉之下,還有什麼面見華陽呀 說完,拿起杯毒酒一喝而進,很快醉就死了 蒙毅雖然覺得這件事有點離奇 現在,又見到華都好像有冤屈 不過,這件事就不到自己理的,趙張辦完就是了 那華陽老太后的死,對趙太后,也就是秦王的親生母親,就很大刺激 因為華陽很照顧她,很疼她,有什麼事都幫著她 現在突然之間去了,所以她特別傷心 這一天,趙哥來到南宮,見到趙太后打出半截身,在天井那裡曬太陽 一邊大一邊在哭,趙哥走過去問說,太后,不舒服嗎 沒有,我想起華陽太后而已 哎呀,你還想要那隻老妖精幹什麼呀 大王都幾乎被他擠死呀 為什麼事呀 他要回大王呀 啊,什麼我不知道呀 那什麼事要廢大王呀 他和大王不通人情呀 那刑政呢,事實是寡情些 他廢了大王,那是想讓誰來坐那個王位呢 他說要自己當國軍玩來玩呀 自從盤古開天地呀,哪有女人當國軍呀,你說是不是 趙哥真是狡猾呀 講大話不面紅的 他以為這樣說,太后聽了就一定會爭話羊,鬧話羊 怎知道太后聽了不單止不生氣,他反而說 啊,如果真是他做了國軍,就反而好呀 保證大臣滿意,百姓開心 就好像王母娘娘,真瑤慈,長生不老的盤徒,都吃不完呀 啊,趙哥聽了真是極之不高興 他心想,嗯?你不生氣嗎? 讓我做一件結的,你享受一下才行 那他就對太后說 是呀 啊,不知華揚太后,大趙太后你幾歲呢? 我今年五十一了 老太后,大我十二歲,就只是六十三了 啊,不知為何這麼早就去了 唉,我還以為只差兩三歲呢? 唉,為何我才離開服侍你沒多久呢?太后 那又多了很多白頭髮呢? 唉,我人老了 阿華揚太后的頭髮呢? 啊,還柔光护黑啊 當然是因為他保養得好 哦,是啊,是啊 大王假日就叫人送一隻雞給他,都不再說了 還有什麼鄧陸國僧人心 啊,是呀,是呀,不怪之得 唉,太后,你也是一樣有這樣的待遇的 各位,秦皇其實是沒有這樣做過的 是趙高的生安伯做出來的 他是想喻一下太后,打擊一下他那種所謂的寬盟大量 怎知太后聽了,還仍然不生氣 他認為華揚隔夜吃一隻雞呢,是應份的 所以只是隨便地問了一句 問人心啊,鹿角啊,吃了有什麼好處 趙高就說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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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還需要問我,唉,我哪有吃過呢 真的?哎呀,這樣也不怪得太后的頭髮 你又好像炸乾草那樣了 唉,你看,你看,膚色又很感激 嗯,如果吃了些人心鹿角粉 就會反腦還童的 就會好像華揚這麼潤,這麼不顯露的 總是曬太陽,走身亂粒粒 穿件醜仔衫都可以過冬的 唉,原來太后你沒有吃過的 那其實很容易 那你問大王要就行了 不用多的,一個月吃得他五六次左右 那就不用一年就見效了 講完,趙高就走了 太后呢,她就不是說想反腦還童 是確實有點怕爛 趙高說吃了就抵得爛了 我這樣,於是,她就使人去問秦皇我人心鹿角 怎知道侍從回來對太后說 大王說這些東西就沒有,如果身體不好你可以看醫生 太后就想著一定拿到的 親生仔來的嘛 正是坐定粒粒 現在回來說沒有,哎,好像兜頭潑了一盆冷水 等侍童走了之後,她就啪了在床上 哭到咬,咬聲不知多淒涼 第一,太后都沒有起來,也沒有吃到東西 不舒服就病了 但是又不見到有人來看她 過了兩天,太后就自己起來,吃了一些東西 整天吐下,吐下就不出聲 那靜兩天之後,就均負侍從 找一輛馬車來,帶了兩個鐵身的宮女 出了咸陽城,就向著東邊一路去 去了兩天都沒有回來 那南宮的侍從,就去品報給秦皇知道 秦皇覺得很奇怪,問是不是一個人出去的 秦皇說,除了趕車的,還帶了兩個宮女 秦皇生氣了 責怪他們為何太后兩天不回來都不來報 快些派可靠的人去找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院的,就要把南宮的侍從斬盡殺絕 侍從聽到臉都射了,馬上退回去辦 秦皇就馬上叫蒙毅來商量 蒙毅就問秦皇有沒有說過什麼說話來激傷他 秦皇就說,沒有 這幾天剛好的緣椅打敗仗,還哪有心情去理內功的事 蒙毅就說,太后呢,平時的自卑心很重 確實是有人氣傷他 沒有啊,每月三次請安,我從來都沒有小果 又不見他說提出什麼不滿意的事 我想,你又不知道會不會 你,漸不寂寞,不顧自己太后的身份,跟著男人走呢 哎呀,怎麼會呢,太后現在已經是五十出頭的人了 我聽說,華陽去了之後呢,她就很傷心,哭得暈了兩次 咦,就算是私奔啊,都不是時候啦 嗯,那也是 只說想不開去自殺 那又不會帶上公女的啊 她跟老太后不同 她奉旨不理朝政的事的 所以我看呢,都是為了私人的事多了 聽說,各位 太后失蹤這麼大件事 就不僅是秦皇緊張 朝廷裏面的宗室大臣 亦都聚在一起,在二輪紛紛 那不用說 又是肯有子彦、子民兩個份啦 不過這次他們兩個的看法 就有點不對那 子彦呢,就是都說太后是被男人拐走的 差在那個男人是誰呢 吐就出就吐,吐不出就又吐 不難聽那句都不選來講 子民就算他,沒有根據的話就不要亂講啊 事因以前呢,每次都衰收尾的 大王就每次都念在親戚份上 半大處理 今次呢,好收下把口啦 那除了他兩個之外 還有不少年輕在場 其中,孝文王的一個孫,成坤 也就是秦皇的疏堂兄弟 他是跟子彦同一個鼻孔出氣的 他父親子狗就排行第三 在反對莊襄王職衛的時候 就被雷北衛殺了 但是秦皇就不記救手 還被他的兒子成坤出來 做回個郎官,其實都算是這樣的了 誰知道,他好的不學 就跟著子彦那幫人,學著旁門左道 逢是講大話,車大炮,造謠,誹謗,誹謗那些場合 更有他份的 今天,他也都在那裡講到口水花噴噴 那麼我們說回秦皇 很快便,他就接到回報了 說太后要回趙國 因為現在秦趙兩國在那裡打仗 一時就回不了 那麼現在就停留在咸谷關那裡 秦皇聽到立刻派趙高去接太后 跟著就宣佈太后是回去韓丹 不准造謠誹謗那樣 趙高就坐著馬車出咸陽 剛巧就當驚成坤就抹大喉嚨 在那裡對幾個中室的年輕人在那裡講 他說,大家知不知道 太后名義上就是發韓丹 發外家 實質上呢,就是去嫁人 他都不知道這個臭字怎麼寫的 那就有人回答他了 喂,大王都說去韓丹 你都說人家是去嫁人 那不好吧 啊,你這個人真是 知不知道他是什麼底 狗狗來的嘛 沒有男人跟他睡覺了 你怎麼熬得寂寞啊 大王還以為自己很厲害 還想平靜天下 連自己的娘都還沒搞定 趙高聽過馬上回頭 把這番話說給秦皇聽 秦皇聽到 扣鬧了 馬上叫左右去捉成坤 交由亭貴利斯去審審 另外又派個姚家去鹹谷關接太后 於是 利斯就奉命審成坤 趙高對他說 請程貴想想想怎辦 用途 按我看 忠室的女子 就不僅是成坤 一個反對大王的 那上次族客 他先生被他們搞到雞毛鴨血了 這字要拿著機會順藤摸掛, 清飯和節儀給他們探索, 你用鹽影,大王是最喜歡的。 趙哥真是像個放大鏡一樣, 連李絲肚裏面有幾多粒沙都看得到清清楚楚, 李絲平時就很看不起那些中室的人, 尤其是那次逐客之後, 撐到他們入骨, 這次交個郎官給他審, 他早就想給他一些顏色看看, 被趙哥這樣撩一撩, 那把寶就更加旺。 他審成坤的時候說, 你知不知罪啊, 你說這麼多對太后和大王誹謗的說話, 衝實招來啊! 我?我沒有說過招什麼呢? 那是誰說太后嫁人的? 我這句說話我說過, 不嫁人去哪裡呢? 大王說太后去寒淡, 你就說是去嫁人, 究竟是什麼用意? 說太后是狗那? 還說大王連娘都搞不定, 怎麼平定天下? 是不是? 誰教你說的? 成坤一聽, 啊,糟了! 這些說話正話才說完而已, 難道他被人揭發了? 於是, 他就倒下頭, 不出聲了。 好, 既然沒有人教你, 那就是你自己的罪, 判你死刑, 等太后回來之後, 立即執行, 來人啊, 慣他入大陸, 是! 好啊, 各位, 那究竟成坤的性命如何呢? 我明天接著說話。